字幕制作人 初音乐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17号 刚才收到不赞助 非常感激 今天说下中国的粮食问题 以及最近的贸易协议 之前一集都说过 现在是起小买 现在才卖到太迟了 那个完成度还是很低的 不过我先讲讲近期的很多新奇事产 就是不知为什么新奇事产 就是帮大家减肥 女士就最好听一下了 减肥妙品 看不见到这张照片 这个人搞什么 这个原来佛山发明了这个环保猪肠 真是你耍这个肺 你不讲油字可 一讲的时候我就想起 新物链里面有些叫decomposer decomposer就是什么 分解者的角色 平时来讲有些什么是分解者的角色 例如那些蟑螂 蚂蚁 幽隐 诸如此类那些 他们就吃那些可能厨余 或者是扔在地上那些垃圾各样 负责分解 哇对地球来讲非常之有用的 那些物体 在一个碳循环里面 carbon cycle来讲 他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不是都几大件的 因为你扔了食物到地上 各样的时候 例如堆田区那里 那你不将那些食物分解出去的时候 那就做不到二氧化碳 而那些二氧化碳不出大气层的话 那些树木就吸不回 那你又做不到食物的了 那所以呢 decomposer是有他的角色的 就是分解者 那不要笑 就是等于你英国那边 其实有些蚂蚁罐头那些 就是我不知道啊 有些人走到去英国那里 求求其不懂看英文 乱买罐头 不知道会不会吃了那些蚂蚁 下肚子的啊 好保的 就是有蛋白质 有环保 是不是先 是有特别高的蛋白质的 所以就是你那些炸蜘蛛啊 炸草蚂啊 各样东西 不是那时候有些蝗蟲飞过去 喜马拉雅山脈那时候 就是有集结号响起咯 什么集结号响起啊 我记得他抬了一堆 那些 那些水鸭啊 还是什么啊 总之中国那些鸭仔啦 那就说 哇大哥 是完全不怕的 为什么 你有蝗蟲 我有鸭仔 不是那些黄色鸭仔啊 而是说 你漫山遍夜的蝗蟲 如果蝗蟲飞过来的时候 我就找鸭仔吃干去咯 那甚至乎 有人说 不怕的 头边可以断河 就是说什么呀 你几多蝗蟲过来的时候 十四亿人 十四张嘴 即时可以消利了所有的黄祸 甚至乎你有些什么 草地贪野龙啊 诸如此类 可以和你将那些蝗蟲 全部灭族都似 就是这次 不是他灭你族 是我们 伟大的祖国人民 每人将口一大咬 就将所有的蝗蟲暴军 斩于马下 那这个呢 就是守湖的 新闻频道来的 啊 的消息 这个佛山环保猪屎 那你见不见到啊 啊 你想起李力池啊 是吧 你见不见到的 他是穿着那些 避免沾了衣服的一些 保护衣的 其实这么环保的时候 你都不用怕啊 那还有啊 为什么一定要 找一只大手出来一筆 就是找手吃呢 是不是 找手拿呢 你找匙巾吃都可以的嘛 闻一下小小 对不对 你不一定要找手吃的嘛 就是代表你怎样 操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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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嘛 哇 这些新闻 真的是 方仓医院真神奇的 看得多一点点的时候 都是一件好事 人人期望可达到的嘛 只有你想不出的事情 就没有国家做不到的事情 人有多大胆 屎有多大棒 那我这里分享一段仔 就是都很正的 他写得 这个啊 等同之前呢 你见过什么 有毒气体无伤人体那些呢 也是可以拿一件 历史世界纪录大传的 就是能够做到这些 平衡空间 二次元宇宙 完全打破了人类应有的 常识突破了智力的疆界 都很惨的了 就是那个和特技人员没什么分别 原来啊 示范那个人呢 就叫做一个姓张的技术人员来的 那他就和记者说 那括着记者啊 都应该审查过的啦 你出来也是审查过的啦 那就是国家都ok的 这件事 就是接受到的 这些原来呢 经过一件事叫做原液处理 原液处理就是原汁原味啦 你那些原汁的猪哨 那听得多你就反胃啊 反胃就不要紧要啊 反胃可以减肥啊 是啊 日本那些 好像说呢 有些咖喱呢 他发明了不知蓝色还是绿色的 你看到都没有吃肉的啦 那如果你餐餐都是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都好吃的 但是呢 它的颜色就变了 那结果呢 你餐餐都是这样的时候呢 就原来心理影响呢 是可以令到一个人呢 就真的 fit 些的 Anyway 说回这个原液处理先啊 原汁原味处理过之后啊 那些猪糞呢 可以是这样说的 我照说的 他说不单止是没有臭味的 而且对人体有益 因为呢 有很多说 益生菌呢 就是香港用的字眼啦 我们知道什么叫益生菌啊 是不是 他用的这个菌类呢 哇很特别啊 我都喜欢这个字 他叫做善意菌啊 就是说呢 那些菌呢 是baby来的 就是非常之好心的 慈悲为怀的细菌啊 善意菌啊 哇 还要那些菌呢 原来是含有很多 对人类有益的那些 叫做多糖体 安基酸等等 总之呢 就没有病医病 有病就强生 哎好似调转了啊 是有病就医病 没有病就强生 是啦 如果你没有病医病 就不医死那些人的了 有病你还跑去强生 那些人就很快入棺材的了 所以搞乱了不行的啊 哇 真是中树根啊 大佬 明张目胆啊 不要嫁坏人 明目张胆 哇 这个抗世奇举啊 技术人员还说呢 可以泡茶来喝的 也可以食用 那当然啦 这些艺高人胆大 你学过茶道花道的 你就试一下咯 好像说那些功夫茶嘛 要不知那些紫砂茶壶嘛 那你们自己搞了 我又有些却步了 大佬 现在国内啊 你看到叶璇了 他就响应这个 学习思想 不是 学习强国啊 之前呢 如果你考那些什么 新闻各样 就要学习思想的 但是去广东那边一带呢 就好像有些apps 啊 跟着就强制那些市民呢 一定要去 可能拿分考试啦 我不是很清楚哦 你有朋友在广东一带 可以说来听一下哦 就有个app 叫学习强国 那可能你要存够 不知道多少分的时候呢 你弄了那些 不知什么健康马各样的 你不考试的话 那那些叫什么呀 得物无所用的嘛 捉到鹿都不懂脱国 那不行的嘛 当然考试考试考到那些人呢 每个都精忠爱国才行啦 对不对嘛 那所以呢 很多人都响应国家的号召 就开始珍惜食物起来啦 哼 捷剑是一种美德来的嘛 就是我都说了 慷慨是一种美德来的嘛 有谁跟我说的 我去他家里那里 让他慷慨一番嘛 对我 是不是这么说呢 原来一种美德 是这么重要的 重要过你的消费选择 那还有就是呢 你看到很多的 近代可能央视各样啦 你那些大胃王节目 就全部都落架了 但是呢 有一种呢 的节目就可能会兴起 是什么节目啊 五秦节的节目啊 就是那些什么教啊 犹太教那些啊 啊 整个禁食节啊 哇 李方他不会啊 就是你随便找个认证的神父 啊 又或者是那些 牧师啊 各样那些 就是圣林那些 牧师林嘛 在那里提倡那些禁食节日 是不是 一年365日 365日都禁食 哇 身体还不健康 因为有科学研究说呢 禁食的话 是可以令到人的 而且是可以延年益受的 你三高都低些啦 哇 强制性令你三高低些 哦 这是好事来的 对不对 没有病就医病 有病就强生 那我们又见到这位 叶璇小姐啦 叶璇小姐做什么 叶璇小姐就教你呢 啊 去旁边那些啊 就是可能麦当劳 那样人家吃剩的薯条 你就收拾几条来吃咯 就是他呀 去吃人家那些厨余啊 哎 不要说到那么难听 因为那些人说呢 你这些就叫二手食物而已 厨余是说呢 你可能剁那些生肉啊 啊 梅菜肉饼 有些生的肉啊 有些碎这样 然后弄了一大堆那些呢 整个锅那些才叫厨余啊 他未至于的 哇 如果他真的吃厨余的时候 哇 这个拍着新化寿司啊 大佬 Biohazard啊 就是我是怀疑他精神状态的 如果是这样 就是又是那句啦 浪费又不好 其实洗钱都是一种原罪来的 奢侈不是几好的 那我建议他把银行户口的钱都过了给我啦 但是难得他示范的时候呢 就令到我想起一样东西 就是以前呢 是一个大学的故事来的 那就是有个教授了 那他呢 在实验室里面呢 就准备了一盒那些叫做尿液 那盒尿液里面来说呢 他又连续示范了三次实验给新来的那些学生看 即是Freshman 那之后呢 就伸一只手指进去那些尿液里 然后呢 就伸那只手指 啊 那就摆到嘴里 然后起细咀嚼 连续三次 那跟着呢 就跟那些学生说了 你们现在观察到些什么啊 observe到些什么 而且你又照我刚才这样做的时候呢 就照做回一次 啊 这个呢 就占你考试分数30%的了啊 哇 那些学生听到的时候 当然是害怕啦 30%的哦 但是呢 你都没得退的嘛 对不对 那就迫着要上了 那跟着呢 很多的学生呢 都找了一只手指 啊 那么就碰了少少了 就是不可以太多的嘛 太多就很噁心 啊 那些尿液 那之后就摆到嘴里 然后起细咀嚼 那咀嚼完之后呢 啊 教授见完啦 那跟着呢 就在那里和他们开股了 啊 他就说了 啊 这个是考大家的那个叫做观察力的observation 那我刚才呢 伸下去那个beaker里面呢 就是那盒尿液里面那只手指呢 就是食指来的 但是我摆到嘴里的那只手指就是中指来的 那大家同学就就着这样东西呢 自己写个实验室报告给我啦 好 今天下課 所以凡事都要有观察力就是这个意思呢 哇 大佬 这些叶船小姐啊 她吃轮卓的吃剩的送菜哦 那轮卓呢 就是隔壁桌吃剩那些啦 就不知道是不是玩high table啊 还有不知道是不是呢 吃剩那些desert啊各样呢 就整碟过的 就是人家呢 都没有吃过的 又或者不知道道具来的而已 你不要胆躁躁躁在那里走去试啊 啊 家中的小朋友切物模仿啊 那说回食物的时候呢 啊 我们又看到最近来讲呢 那个贸易协议啊 那中方呢 都很想完成的 就是你看他起势不停买那些食物的嘛 啊 不知为什么那么好死啊 之前一直都不买 完成到又那么低 那加霞啊 之前有出都说了的啦 既然是兴风年的啦 年年都丰收产量又上升 就不知为什么 每个人呢 走进餐厅的时候啊 搞些什么N-1方案 N-2方案啊 什么N-2 就是可能 10个人进去的时候 又减两个人的 送菜那些啦 N-1N-2那样 那你就是围来的时候呢 整间餐厅 会不会搞些叫做什么 什么呀 糧食配给的 就是约在一起 全部人走过去夜宴 才会去光顶 是吧 那那些餐厅 死了多纏重 这个第一点啦 第二点就是说 你如果这样搞法的时候呢 那些餐厅是越穷越见鬼的哦 你不要小看越穷越见鬼 自物斗穷人这件事哦 就是到时候啊 他真的不知道给些什么你吃的哦 就好像王子华那时候 那深水埗那时候好像10元一大块扒嘛 那深水埗的时候啊 哇 就是10元有那么大块安格斯 不是吧 会不会是夜晚无家可归那些老鼠来的 哎 你不要小看老鼠啊 就是原来越南那边有没有送 就是用老鼠做的 那好保的啊 就是你不小心吃过的 那恭喜你啦 煮熟了应该都没毒的 喂 老鼠算不算野味的一种呢 真是 那最近来讲呢 那个贸易协议啊 出现一些 罗生门的事件啦 都不是罗生门的 那中方就说 啊 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个北戴河 那所以就要推迟一会儿 那就不开会住各样啦 Videoconferencing 啊 都不要搞了 就是不拍板住各样那些东西啦 那但是美方来讲呢 是没有任何的消息的哦 就是都没有讲到些什么 那但是呢 有个消息就很确切的 就是会将这个 华为 小米啊 啊小米好像不关事 是华为 那间TikTok啊 和微信啊 就想着捆绑式那样呢 放入贸易协议里面 想着再商讨各样 哎 其实之前都说了的啦 喂 大哥啊 你给点成绩来看一下先啦 你那个单据各样啊 完成到那么低 一直以来都不肯买 直到现在了 才起势不断买的时候啊 别人都免得理你啦 每一张单啊 你有没有诚意 别人看得出的嘛 此其一 其二就是啊 你又在那里折外生枝 在那里贸易协议 那你就不要借贸易协议之名 跟着也都要跟人谈那些什么 微信啊 TikTok那些东西啊 可能讲了Sensun 11的 不知道的 你要讲的就是另外啊 分开去讨论咯 这个贸易协议什么事呢 是不是 还有我都讲过啦 特朗普之前都讲说 就是其实啊 你签一百份协议 都保不回美国那里 几百万人的损伤的啦 一早已经讲完的了喔 就是说贸易协议 对它已经完全不重要的了嘛 那你其实去谈或者不谈 他都是这样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新增的 就是之前来讲 他就给了一个和平改变的方案 你让你逐步开放的市场 但是现在看到你的市场 是没有可能开放到的嘛 又不是这么说的 你要开放的一念之间的而已 正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但是又的确永远都是的 就是不通的 你够胆开放些金融给他去玩吗 你够胆开放些科技互联网给他去玩吗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国企掌握住的嘛 那既然都是没有那个结果的时候 第二轮贸易谈判 你都不会获得些什么结果的啦 而第一轮呢 你说着2000亿美金那张单都没搞定的时候 这样是失信于天下嘛 其实2000亿美金的一个叫做贸易协议代表着什么呢 最知道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是2017年的时候 到3300多亿 那他都是两年之间叫你买够2000亿的东西而已 那你刚刚好可以弥平回一条数 那又这么说啦 就是其实啊 你一是就不跟他谈 你不跟他谈好好的好的 那你就给关税而已嘛 最多就是跟他撤过 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谈的 有时候 尤其是1月15号的时候就签了那单大交易 就是叫做第一轮贸易谈判 那特朗普呢 其实是寄予厚望的哦 原因就是因为呢 他是想着这张这样的deal 他经常说make deal make deal嘛 那跟着一张这样的deal 可以说是他的正绩 他拿完这个成绩表 就想着11月再连任这样的嘛 就是一切都铺牌好的哦 谁知道1月15号之后呢 哇整个世界都不同了 就是某程度上呢 如果你是特朗普 你有机会是内心心底里面 觉得自己被人找了笨的哦 这些叫什么呀 笨merica咯 不是america咯 如果第一单deal 签完之后有五百多万确诊的 那我再签多单deal的时候 你又真是食神哦 食神啊 就是陈东师傅啊 陈东师傅做什么呀 在那儿刁那个 什么豆腐金柳肉衣佛像的嘛 显示自己的刀工精细 这个刁了全日 那些豆腐都臭了啦 就只有个刁子 那还有啊 原本来说 你是想着和平演变的嘛 就是通过这个第二轮的贸易协议啊 那就可能有一些叫做知识产权的保护 有个市场的转型 但是今时今日呢 又这么说 我又真是开赌场给你进来玩了 你够不够胆进来玩了 可以进来 没得走的赌场 哇 真是振奋人心啊 好今天讲到这里 到 了